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大老板亲自来跟你谈的 亲自谈的 李泽巨那些都会的 那时候都没完全交接 他都会出来跟我们谈的 都很好 像伸同机 郭氏兄弟都会自己出来谈的 你在香港发展得这么好 为什么会上内地呢 是不是因为香港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 不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他们很需要我们香港的设计师 有一定的经验在背后 给他们一个大动 还有他们楼盘的发展商 也是一个很庞大的资金 如果他能够借助香港设计师的知名度 去推动一个楼盘的话 对他们的回报是很高的 所以我的发展在国内去到这么快 也是很感谢我在深圳遇到一个 也是刚才说的巴洛 他说过一句话 我当时在深圳做了一个楼盘 他们是做施工队的一个老板 他看到我做的那种方式 然后他约我见 他说高文安 你的成就不应该去到现在这个位置 你还有很远的路走 在国内我能够帮到你 什么我都会帮你 推你出去 所以他的说法 我就打动了我 会不会因为高文安这个名字改得很好 所以令你可以有这么安乐的成长 我想不只是名字那么简单 我想是整个人的一个成长过程 还有一个人的对人对事的那种方法 我想是有原因 不过你的成长也很特别 你在上海出生 在上海出生 你爸爸年纪比你年长很多 据我知道成四十年 他结了三次分 第一次的太太因病去世 留下四个儿子 他也不可能不再结婚 他再结婚 第二个太太又生三个儿子 那带了七个儿子 他四十岁 他也是事业的高峰期 他也要再结婚 所以他就要和我妈妈结婚 那就生了我一个儿子 你妈妈是第三个太太 第三个太太 但是我知道 我回看以往的访问 你妈妈也是出自名望大族 不可以觉得名望大族 一个生活得比较无忧的家庭 叫做小康之家 他们是做茶业生意的 华茶公司 他是姓唐的 他当时唐家有很多女孩 那些女孩也嫁得很好 嫁得大富人家 但很可惜嫁了过去之后 夫家就嫁到中落 个个都是的 难听之就是妥妻家的 所以我的外公看到自己家里面有四个女儿 他将来嫁出去怎样呢? 就好些担心了 他们当然是无知了 他就找了个风水老师回来看 他说可不可以破解他呢? 让他们四个女儿都可以嫁得好些 都不可以妥妻家 那么风水老师来了之后 就说行 你四个女儿里面就要找一个女儿 就要嫁给别人做 不做正室 当时我就听说了 当时那四个姐妹 他说是你望我眼 我望你眼 就没有人肯上 就是谁肯上呢? 但是我妈妈就是大女儿 他说那没有人肯上 那我去吧 那就有什么办法 就是家族的事 所以我妈妈就答应了 那你上亲了 你找给我了 那他就是 外公外婆开始上亲 那不是做五姨太 就是四姨太 那外公就心不仁 就不上 那没理由自己的大女儿 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但是都叫大家归秀 要人做妾侍 而太太觉得不合理 所以都不答应 到我爸爸出现的时候 那这个 当然 都是 事事正正 一个中年人 又不幸 两个太太都过世 有几个弟弟哥 但是事业是正盛 在那里发展得很好 那这个不错 那看看吧 那我妈妈就看到 也都觉得 一个比较上进的 40岁的男孩 那他就看上眼 那开始拍拖 那拍拖之后呢 他的心就想着 一片好心 就希望带着这几个弟弟哥 那他当时是23岁 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 23岁的一个女孩 能够带七个弟弟哥 由三岁到十四岁 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容易 而且所受的压力会很大 所以他过了门的时候 他是很辛苦的 因为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不敢做的 他很喜欢自己的儿子 很疼自己的儿子 很疼自己的儿子 是不敢爱 因为他的爱不敢表露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怕别人说他偏心 所以我小时候的时间 我是没有玩具 我是没有任何的优惠 要打要骂的 都是打我骂我 他就不能打其他的儿子 因为我妈妈对我是很好 但是那种好法 是很表面很不合理 譬如说他很想我成才 他是通过一些不合理的手段 去学校找老师 买题目我去考试 买不买到 他想买 但是幸好我老师不接受 那我的感觉就是 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读书这么不行呢 要你做到这样来为了我 那我就自己激励自己 我说好从现在开始 我不需要你担心 我会自己好好上路自己读书 那你小时候成长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妈妈这样对待你 你又不明白 而不高兴 甚至是憎恨妈妈 不要憎恨她 因为父母你是不能争恨的 只不过是觉得她是一个反面教材 所以不是说不合理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女人 她完全由小到大 由她成长都是为了别人 到她临去的时间 她都做了很多事情 是来维护我的 她临离开世界的时候 做了什么事情去维护你 我想她自己知道有癌症是很久 但是她完全一声都不说 到后期我看到她瘦得很紧要 我说不行了 你真的要去医院看医生 然后才带了她去尤德医院看医生 医生看了她之后 驾了出来 就是胃癌 是有两个礼拜的寿命 都是做了手术 但是都没办法 然后在医院的时间 她一直都坚持她不要住私家医院 她住尤德医院 到她知道自己快速不行的时间 她才说你跟我搬去私家医院 然后在私家医院 过了最后两天 然后才去 就是在她心目中 她觉得高文安的妈妈 在私家医院去 是给我的一个尊重面子 都是为了你 都是为了我 那她有没有跟你表达过 用口头跟你表达过 其实她很爱你 嗯 有 她说 这方面 我们 尽在不言中 每一次说起 我都会难 因为他实在是很辛苦 很痛苦 他一直来 都推动我 我是 从小到大 每做一件事 我都不自觉地 是做得比人家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其实原动力不是在我那里 是我要做给他看 给他能够抬起头来见一 我大了我会想 其实成功不是我 是他 那你确不抗拒同性的追求 我不抗拒 但是我从小到大 都是被人非礼 比男性还是女性 那你有没有试过和同性的朋友拍拖 有的 有没有想过变成 爸爸对他好吗?爸爸 很难说 父母的感情不是到我们的子女去批评 但是我爸爸是被他年纪大20年 我觉得我爸爸对我妈妈很放纵 我跟我爸爸说 我说你怎么可以受得一个太太这么对你的态度 他说我给你妈妈大20年 走的一定是我先走 他是后母 他要维持这个家庭 我要给他权 这句话说出来真的很深很服 很有智慧才能做到这样 自己说我一个人痛苦 维系这个家庭 由他发挥了 我听到之后我觉得这个爸爸很厉害 给他什么权 家庭里面琐琐碎碎的事都任他做事 钱钱任他拿手 决定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负责 很放纵他 放纵他的意思就是 譬如说我妈妈有时发脾气 他都照吞照忍 这些不是个个人都做到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次过年 我爸爸就叫我 他说你给我给一些利是 给妈妈过年 给我写一张支票给他 给他2万元过年 我就很开心 说爸爸给你过年的 妈妈这样 妈妈看了这张支票之后 出奇地令我觉得反感的 他把支票撕掉 他说我一年煲汤给他 给他喝都不止2万元了 给他 这个是很难受的 我只不过是传递信息的一个儿子 你回到爸爸那里怎么说呢 但是他吞了他 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这样的爱恨 这么鲜明的局面 我不理解 连他要走的时间 他说我爸爸撞在香港 他说你给他摆回上海 那他们两个这么特殊的关系 会不会令到你成长的时候 你觉得很难自处 觉得在家里面 好像少了一份平安的感觉 都没有 因为我爸爸很早搬去酒家住的 因为他有糖尿病 还有他做酒家 就是每天2点才下班 早上早上早上才起床 他情侯住在酒家 比较舒服 我妈妈就拿饭拿给他吃 我觉得我每周六 就见爸爸一次喝咖啡 跟他见面 不觉得有一种 他也不是分居的问题 是他们觉得这样 比较合适 他们的生活方式 那我又不觉得有问题 那你跟其他同父而母的兄弟姐妹相处 有没有问题 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妈妈就是 和我 起了一个围场 他说不要跟他们有太多的关系 因为 怎样都是 不可以 相处得好的 我只是 我妈妈跟我说 他说 你要跟爸爸说一声 写一张围族 因为妈妈说 如果你不叫他写的话 将来有什么事 我妈妈觉得自己很难做 是不是你跟他写 他问我应该怎么写 妈妈问你 是 我提了个意见给他 我比较简单 就是 当时 在生的 有六个小孩 六个小孩 分 每人百分之十 剩下的百分之四十 给妈妈 就搞定了 很清晰很简单 但是爸爸不同意 他说 妈妈跟了他 这么多年 他要占大分 他要占百分之六十 这是爸爸提出来的 到我妈妈走的时代 我都要负责 和他写遗族 到我现在 我都要写遗族 就给自己了 给自己 每一年都要改遗族 好像改成一封情书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说到爱和情 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吃 吃完之后 心里特别乱 就是甜品 你这份是冻柠檬啫喱忌 这个就是Apple Crumble 焗苹果大洋金堡 这个很英国 都说我不是太甜 刚刚说到爱情 有一个很有趣的报道 其实他自己说过的 2003年 你收到一封信 是说一个结析了20年前的朋友 但是当时他就有另一半 还是什么 那就 没办法在一起 但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你在2003年 就说想再见你 你记不记得有件事 是的 这些这样的事大家都记得了 是什么因缘 那段 我是觉得 有一个人 在一个偶然机会 是碰到你 大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但是 十几年来都没有联系的 但是十几年后 突然间收到一封信 他说 可不可以 我们 去找到哪里 我们只见过一面 可不可以这样 我觉得 不妨试一下 不妨见一下面 没什么所谓 是吧 见面的时候 当然是有很多故事 因为十几年 都很好的 都可以维系到一段 比较浪漫一点的情怀 哦 即是你们真的 再生活了一段时间 没错 见到一撻又即着了 那十六年的情怀 一撻即着了 十六年 都等十六年了 还不着 那为什么再等十六年 为什么十六年前 什么令你们要离开呢 因为 也都是一个偶然机会 在街上看到 也不是说有什么 那 也都是 觉得是人家有另外一半 那我也从来都不会 去和别人争 和别人去抢 或者和别人去搞这些事情 我也都不会的 我是比较顺其自然的人 我永远都是 只是对我有兴趣的人 有兴趣的 哦 即是你是很被动的 是 那你们在一起多久 十年 为什么这个 不是可以长相私手的人 我自己觉得 无论一段什么感情都好 也都不需要考虑到 它是很长远 反正是享受此时此刻 到必要时的话 要分开的时间就分开 有没有想过结婚的 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 可能是看到我父母的 一个婚姻的阴影 还有我看到两个人的婚姻 是除了要维系那段感情之外 还加上很多的疑慮 很多东西是影响了一个人的工作的心态 我自己看回 如果我是一个有家庭的人的话 绝对是不容许我 现在我是一年坐150次飞机的 还有我自己这个人 我是很为人着想的人 我会先考虑到别人 每一件事我都为了我的儿子 或者为了我的老婆 我会先考虑到才为我自己 如果我每一次都为他们着想的话 我是不会放自己在一个很好的位置里面 所以我宁可不走这条路 那有没有一些男性的追求者追求过你 很多的 真的吗 是 你特别吸引到男性的追求者 我不知为什么 我是从小到大都是吸引 异性男性都吸引 但是我从小到大都是被人非礼的 被男性还是女性的 男性 就是我去看电影 旁边的人都非礼我的 但是我从小到大都不敢出声 你看什么 看电影 看长电影的 我都是看电影的 小朋友 但是我是不敢出声的 不像现在那些 可以去警察局报案的 竟然懂得说不好 我又不好 我坐在那里 没所谓 你要怎样就怎样 去参观博物馆也好 我也是 很多的保安人员 都对我很有兴趣 我又觉得很奇怪 我又没有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 我又不明白 你对我有兴趣就算了 我就由他算了 反正适可而止 譬如有一次最离谱的 我去埃及 我去骑骆驼 骑到一半在沙漠中间 大骆驼的人 叫骆驼跪下 他说他可不可以坐上来 我说你就坐上来 这么远 那我也好 你坐上来不用走 不知道原来他坐上来 他要非礼我的 那我坐下桌 我没有说 没有办法 那怎么办 那你可以叫他下桌 那我又不懂怎么叫 不懂得救党 那没有办法 那一直到终点 那你抗拒他 同性的追求 我不抗拒 那你有没有 试过和同性的朋友拍拖 有的 就是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 不需要他什么性别 反正有人对你这么好 那你也对他不足的话 就可以了 那和两性的相处 你觉得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女性来说 她们是比较 口和心 说的东西 不一致的 就是你要猜 有时候是觉得很累的 但是男性来说是比较直接些 那有什么是女性会被男性优胜的呢 她们比较细心 还有她们真的全程投入去 专一一点 专一 还有她们是不去 很不自私的 她们是全部全程 全部为你这个人去着想 去考虑 那我这些我觉得她们是优点 你还渴望有一段很黑骨铭心 或者很浪漫的爱情 到现在 都不会渴望的 但是你会回想一下 自己一个六十多岁的人 如果有人喜欢你的话 他到底喜欢你的什么 是不是真的跟你谈恋爱 还是大家一个精神上的交流 你要很清晰 那如果你说真的 黑骨铭心跟你谈恋爱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是傻的 白痴的 如果自己想起来 如果我是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会不会是六十多岁的人 是不会的 很简单 那为什么你觉得 你会有这样的魅力 是不可能的 不过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可能会有一天发生的 我不会抗拒 一定不会抗拒 我也希望你的事业 这么成功之外 能够在可见的将来 你能够有很丰富 很成功的爱情生活 是男也好是女也好 祝你有能够支援到你的生活 支援到你的生命 谢谢你 好 又是时候送一些纪念品给你 Doris 今天送给你这个礼品 谢谢 苏法荣先生的手笔 我觉得和你的设计很配合 因为他是用孙子去画柔画 中西的文化都会留在这里 这是一个罗汉 希望你喜欢 我很喜欢这些有中国色彩的东西 希望你会喜欢这份文 谢谢 当高文安抑述他和妈妈生活片段的时候 他很激动 他觉得妈妈很伟大 永远都是为人家而生活 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为妈妈而生活 他永远都要很努力工作 做到最好 就是希望妈妈能够抬起头做人 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都找到一些人 你是愿意为他付出的话 幸福已经在你的手里面